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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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這邊是朝東嗎 這邊是朝哪呢 媽媽幫我看一下這裡 这里,这里长男是吧 哎,还是男的好,长男啊 我又去看condo了 还是在Northair这边 这里光线还不错 是朝西的,就是太阳就很大 我来进来进的话 这是一个dang 它这个dang还不错,就是它有一个自己的窗户吧 西边的话就是有个走廊会好一点 听着光线还不错 今天天气好好哦 我来买一个喝的 在这个 sujiri sujiri 然后是刚刚我妈说 我想吃冰淇淋,她非要吃冰淇淋 然后我就带她来这里好了 那就这一家sujiri 晚上8点23分 准备去看个鬼片叫做quiet place 然后饿了煮一波这个吧 桂梨米粉正宗什么什么的 然后看着这个照片好好看啊 我准备先把水烧了再看她的桌面书 开水将米粉浸泡三分钟后倒出 我超喜欢这种戏的 夏丽会看自己吗 最近我发现还蛮好吃的一个螃蟹酱 我经常会拿她拌饭吃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油 这个叫我在大冬华买的 拌螃蟹吃超好吃的 不是拌螃蟹 拌饭吃超好吃的 感觉有点干巴巴的呀 是不是我应该放点水进去啊 试一下啊 还可以啊 跟外面的米粉蛮像的 甜甜透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很好吃 就它很清淡 它没有太多油 它真的非常少 嗨 我现在在多伦多的Unionville 现在天气稍微有点热了 然后我们一家人 我 我妈妈 小石头 还有Soap 还有Charlie 都出来吃饭了 然后我们调了一家 可以坐到外面的 叫做Jakes 我觉得上一次我也是 就是跟Aria 还有Soap 就是Rejago 他们一起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坐到外面的 到了 就是这一家 脑子有问题了 为啥 哨音 问你还好吧 我准备说你脑子 不是好好吃 我还是快一下 到底说的好熟哦 Sabi The French Sabi 你好可爱 我踢你一脚 我点了一个Taco 小石头点的蛮好吃的 我想给它换了 他每次都出来的时候 就是跟我点点个巨难吃的 然后就吃五个 他都是这样子 他都觉得别的都好吃 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来Manolo Blahnik的一个鞋展 然后我跟Regina一起 还有 还有Anytime Hi Anytime呢 Anytime 我们的女团集合了 喝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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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蛮喜欢的一双 我都还蛮喜欢的 有一双鞋子好好适应 在门口里看到我 没有太 是不是还你说吵 那双 那双 你说吵啊那双 赶紧好好吵 剪掉剪掉剪掉 Hello大家好 我在跟Regina Nose一起逛街 什么Regina Nose 还有Charlie 还有Charlie Charlie Oh Charlie Oh Charlie 我换了一个新的车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是发表部的B5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然后今天特别乖 我今天想说给Regina 看一看平时Charlie 闹的时候 是哭成啥呀 你怎么了 都是因为我才这么乖 你太近了 Charlie都是因为我才这么乖 他一见到我就大笑 我是万人迷 一直都没哭 都这么久了 快一个小时了吧 他就喜欢我 而且他还跟我笑 对吧 你看Emma的那个衣服 跟Charlie的车车是配着的 Charlie好傻啊 就这样 很像那种玩具 就想说我也推个小车 然后里面有个玩具娃娃 Hello Sorry 我刚刚跟Regina 在Banana Republic 买了一个棒子 然后它特别特别大 Charlie的这个车下面全都放满了 我就戴在头上了 Hello 我今天要一会儿出去拍一身照 这样子的衣服 这样子的裙子 你们可以看我的Instagram 看这个一身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墨镜还挺好看的 很搭 这个墨镜是 我忘记牌子了 然后我想换一个口红 我感觉这个口红太深秋了 我现在主要涂的是 NARS Velvet Glide 我觉得那个就是太高级 气场太大了 想换一个可能夏天一点的 换一个颜色的口红 把口红蹭到我脸上 换了一个这个颜色 这颜色是我刚买的一个L'Oreal Infallible系列的352 这只 这个墨镜是粉红色的 我顺便给大家做一个开箱吧 最近Nighter Porter上打折嘛 我试了一下还蛮舒服的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出去走路怎么样 我今天是第一次穿它是这样子 它后面就是他们家那种很多编织包的一个花纹吧 这个颜色是Sand 就那种沙紫色 沙滩色 沙滩色 我买的大小是40.5号 所以看起来特别大 比我脸还长 但很多人觉得说脚大 不应该穿就是这种尖鞋嘛 但我就喜欢尖鞋 我觉得尖鞋看着腿会比较细啊 然后我也不是很care 就是脚多大 大就大吧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墨镜这一次 这样子 稍微要完美剪 今天我不戴这个墨镜 我脚上就是新鞋 先跟大家反馈一下 好看是很好看 很秀气 看着也很夏天 但是呢 它那个下面的跟是一个圆坨坨嘛 那圆坨坨做的很重 然后它又没有一个就是鞋带 所以它不跟脚 我现在走路 感觉是拖着一个石头在走路 还蛮辛苦的 一个人无聊了很久 就在这里来了 我来了 因为我刚才坐手了 所以说我就蹲在那边了 然后所以说我先回来坐脚了 这个好看 是吗 我随便挑了一个 我就挑了10秒 sorry我脚趾很长很奇怪 谁的脚趾终结没有三节啊 虽然大家都是三节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那个分界 就是第二节跟猴离得很近的那种 很奇怪 坐了好久了 我已经坐屋了 依依 你看我手指的颜色 不是我自己选的 刚刚那个小女孩帮我选的 我说我不想选 你帮我选吧 骚皮 你来啦 不要偷太近 偷太近对不到焦你知道吗 美妆博主是怎么对焦吗 就是把你的爪肌举起来 然后用爪肌打在一个化妆品前面 好久了 好久了 哈喽 到了一单 Mango的下单的鞋子什么的 我乍一眼看上去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顺便试一试大小 我这个买的是41码 算是平根了 就这种根度对我来说就是平根 对吧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然后它是那种 caramel颜色 焦糖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如果你搭一个什么白色的裙子 你看就在这种白色的东西上面 我想说在那种白色的背景 这种颜色啊 就看着非常好看 墨镜 蛮轻的 不过心很好看 够潮 项链的话 这有一条这个样子 这里还有一条买的小蓝裙子 我觉得这个啊 就是非常的夏天吧 感觉 而且这种蓝 相比起那个浅蓝色来讲的话 它会比较不显黑 我现在就把这个衣服试上去给大家看看呗 我穿的啥 算了 我里面的内衣太难脱了 改天吧 SOPP你又来了 你喜欢这个小裙子 别闻相机 弄倒了你赔 过来 到这里来 蛮软软的东西 有的时候在家里是非常容易治愈的 可爱 臭 臭 我发现我身上没有音乐 有人给我提议说让我做一个多多日本餐厅的合集 我可以做一下这个吧 我们去的餐厅在二楼 所以要做一个电梯 应该是Japanese fusion那种 蛮漂亮的这里 这个是那个主厨 然后他们会每三个月来一次嘛 我刚刚的server他跟我说他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他呢 你们看他熟了吗 好很期待 说这个餐厅是那种日本啊 然后有点西方味道 并且还有一些就是韩国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太厉 太厉 你现在几岁 太厉 快五个月了 这样子的啊 我虽然拍了这家餐厅 但是 除了我以外 这整桌的人都没有人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我觉得还挺痛的 如果你喜欢比较日本的那种本地的特别深的裸裸的味道比较淡的那种呢 那这里就不好吃 对你来讲 如果你不太喜欢吃日料 说不定你觉得这里还不错 因为他味道很足很多 我要来拆一个包裹 是Laura杨送给我的 特别喜欢他 他的Instagram在这边大家就可以follow一下 他也是刚刚说完宝宝他儿子应该比Charlie大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给大家看一看宝宝的 因为有好多东西我觉得还蛮新奇的 看得到对焦到吗 这是宝宝的一个口罩 应该是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防止灰尘用的磨牙的东西三个月开始可以用的 全都是日文 我到时候问问他都是什么 我感觉他对这种育儿的产品特别有研究 这个上面写的是胃奶期和受孕期 就是怀孕期都可以吃的 应该是给妈妈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兔子 好可爱啊 感觉Charlie会拿他个人咬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nail trimmer 这个超有用的 因为我现在都在给Charlie剪指甲 趁他睡着的时候 然后抓他手扎痕紧去剪 因为我是那种像我们成人剪指甲那种东西 这个是直接就是应该是电动 然后他会trim的就是修指甲的那种仪器 这个超酷的 好想今天晚上试试看 这个也是给小孩子咬的东西 像这个样子的 送你以为都是他的东西 看到了 这个也是弄鼻屎的 Laura对鼻屎是有执念 这个是 他会一边在给爸爸清理鼻屎的时候 还会放音乐 就是让他更加放轻松 太好了 我们家也有这个 但是那种人工的就是 我们人另外一同样对着自己的嘴 然后这样吸出来 但是这边有个隔阂了 不会把鼻屎直接吸进了他 酷酷 会感觉这母婴产品啊 日本的还有亚洲 就有很多 北美这边就很粗糙 再感激一波 Laura辣妈 早上好 我刚起来 酷妈妈要起来做早餐了 今天我想做这个 这个是在韩国超市买的一个日本的面 来美妆博主打火 哇塞 美妆博主第一下就把火打起来了 果不其然啊 刚刚那一下果然是运气 市民美妆博主终于把火打起来了 我先热锅然后放油 你这个朋友参加爸爸去哪儿那种节目 活不到量级 可以了 就是完全炸小水 晒伤加上过敏了 不好吃 好 刚刚的面不好吃 我又煮好了这个面 嗯 好吃 为什么今天的屏幕看起来好像很黑的样子 明明现在是大白天呀 包裹呢在门口刚刚到 我现在把它给拖进来 然后给大家一边开箱 一边给大家看我买了什么打折的好东西 一件件先给大家看了 然后呢再看一看 看有什么东西能够搭一搭 然后上身给大家再看 那夏天我就是很喜欢黄色 然后它是那种 中间还有一个这样子的腰带 是系在腰上的 所以它是一个小短装 最近啊我很喜欢穿jumpsuit 如果你在follow我的instagram 你可以看到我的instagram在这边 我以前从来没有就是说 呃去宣传自己instagram 或者说让大家去follow 因为我平时instagram 以前是贴比较多的那种生活照 我觉得没什么看点吧 但是现在呢 我有专门好好的出去拍照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想看 有的时候在视频里穿的一些衣服啊 你可以去关注我的instagram 这件jumpsuit我觉得很好看 它是有贼高的那个腰 然后上面呢有这样子的小羽毛 看上去是那种比较正式场合穿的 这件打折以后是357 我好像记得我买的基本上 都是打了什么40%up 或者是对折的那种 就是打的挺多的 那种很少折扣的 我基本上这次都没有买 还有裤子啦 这条是Jackmas的一条黑色的裤子 喇叭型的就是到下面 这边会收显得小腿细 然后下面呢又把它打开 所以你这种裤子的话 它穿高跟鞋是很好看的 这个裤子是36 我是不是又买小了呢 我不知道 这就是current 他们家的牛仔裤 这个颜色的这种浅灰色 这种颜色的裤子 我好像没有吧 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有买过 然后下面呢也是属于宽腿样式的 高不高腰我不太记得了 一会上身给大家看 比较干净那种感觉 还是同个牌子的current 他们家牛仔裤 这个我又买的是26号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26号的腰行有点大 这条裤子呢 膝盖这边有一个开口 然后它也是那种深灰色 就是不是黑色系的 如果它太大的话 26号我妈应该能够勉强塞进去 最后还有两双鞋 我买的大小是40.5 我现在基本上很少买什么39.5 以前会硬买39.5 觉得说嗯 塞一塞好像还可以 但是这种东西吧 我觉得如果它刚合脚 或者有一点点紧 我到之后越穿越不舒服 所以我还不如稍微买大一点 哪怕是前面脚趾啊什么的 稍微有一点点空位 我还是觉得比较舒服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40 或者40码往上的走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是很女生 可以配刚刚我给大家看那个 前面有羽毛的jumpsuit 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很漂亮 鞋跟是很细的那种 所以必定它走路是不方便的 样子是这样的 哇它这个鞋跟真的还有点细 我很久没有穿这么细的高的鞋 我先来试一下大小 哇咪咪的鞋真的非常偏小 我40.5 怎么感觉还是有点脚后跟掉在外面 我觉得它上面很好看 就是又有珍珠 然后又有blingbling的东西 再有一双 这个是Gamon他们家的鞋子 我有他们家的T恤买过 然后第一次买他们家鞋子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码数震不震 它这个防鞋带还蛮酷的 一个写的是left 一个是写的right 没有什么必要 我打开我就知道它是左边还是右边了 ok是这样子的黄色 刚刚说的吧 我今年就是很喜欢黄色 然后它是这种小高跟 对我来说这个跟是ok的 就不是说在downtown暴走路那种 但是逛街啊那种 它就后面怎么是这样的呀 哇好酷啊 就感觉很裸很弱 感觉是坏了之类的 它就是这两个皮嘛 把它放在一起 中间还给你露出来这种 它本身鞋底的样子 就感觉很unpolished 没有做完的那种感觉 还蛮酷的 断面的 我拿这样子的 我觉得它脚后跟这边还蛮潮的做的 ok这一趟我就买这么多了 现在呢我们进入试衣服环节 好 同志们 我换好了第一件 就是很fancy的这一件 我真的觉得我在走高 瞧 而且这个裤子特别长 我穿上了刚刚miu女的 那个很高高跟的高跟鞋 然后这个裤子还是感觉 有一点点能踩地 我估计啊 我身高在1米72到1米73吧 我觉得这个裤子 可能我平时穿的话 我得再把它改小一点 是这个样子 就是还蛮宴会的 鞋子真的挺好看的 而且我现在穿上去呢 就是有点难走 挖下去吧 这个样子显得 脚的形状很性感 对 我觉得是很美的一双高跟鞋吧 大小是36吧 我觉得 嗯 稍微这个背这边 有一点点紧 ok这一身真的好看 我等不及给你们看了 刚刚那一身呢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那么正 就是不够日常 因为很少有机会 能穿那么正式的 脱地的长裤的话 这个衣服 我觉得好好看 这一身就是整个会日常很多 然后又挺dressy 就哪怕你出席活动啊 或者说朋友生日什么的 这种也不会说太过 我现在跟V领真的是杠上了 我觉得小胸的朋友们可以 完全都穿起来吧 夏天 这个腰带真的是画龙画龙点睛啊 给你们看拆掉以后 就很一般啦 这双其实它就是一个 断面的黄色的鞋吧 然后我是比较喜欢它 后面这个设计 我觉得蛮特别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设计还好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找一些 就是更加平价一点的断面的 衣服有点皱 但是不影响 我觉得不影响它的美观吧 是吧 这个颜色的黄色 我觉得我以后要多买耶 我好喜欢的 比那种很亮的亮黄色 要看起来高雅一点 女人一点 可能也是这个料的原因 它是那种滑滑的嘛 OK 我去换下面的 剩下的两条牛仔裤吧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黄色的上衣真的很百搭 我配这种休闲的颜色的裤子 也蛮好看的 屁股的形状显得一般啦 就是屁股没有看着很翘 好了 这是最后一条裤子了 不然这个视频 永远都不会结束 然后这个vlog 永远都发不出来 你们不是发现 我五天都没有发了吗 因为我就是在等这个开箱 然后就是这个月的那个 最爱视频会稍微delay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几个保养品 我还蛮喜欢的想跟大家推荐 但是我最近晒伤了 所以大概有一个礼拜吧 我晒伤一个礼拜的时间 都没有怎么去用那几个护肤品 所以我想说 再给我多一两个礼拜 我给大家出五月 再稍等我一下啊 今天的最后一条裤子 是这个样子的 码数是26码 所以呢 我这个腰这边 的确是有一点点松 你看 后面很好看哦 后面是这样子的虚虚 然后这两条current的裤子 穿起来都还挺舒服的 好啦 刚刚试着这件衣服 感觉掉了一惊的很 嗯 以上呢就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要给大家发出的这个vlog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或者喜欢我身上这件 黄色的衣服的话 你可以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还是一样可以关注OM 以后微信的话 你就能收到提醒啦 谢谢你的收看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过得开开心心 然后拜拜 小皮说拜拜